近日來社群網站上出現一則貼文 內容指出某一中正大學學生所舉辦的營隊 嘗試與三星村農家合作 但卻發生營隊成員穿著絲襪採收鳳梨和態度不佳的情形 引發農家的埋怨 當他聽到的時候也有點傻眼 因為其實我們都有叮嚀小隊員要注意這樣 但是就會有就是有一個我後來回想起來是他是 他好像忘記還是怎麼樣 可是他就穿襪子 那其他小隊員都是一樣就是符合裝備 因為我們事前行前都自由就很仔細的告訴他 中正大學與鄰近社區間的互動 較常透過學生自行舉辦的活動 以及服務學習和產學合作的課程 但在學生與社區接觸日益頻繁下 兩者間互動的問題也浮上檯面 有碰過一次是树營的同學租了場地以後 他會跟我說我已經付了租金 我這個場地是全部我們使用的 我們的客人進來他會很疑問的說 為什麼你場地租我又有其他的客人 就會有一些誤解 那你是把你這個這個社區的部分當成是你的外部的一個利用的資源 還是一個合作的資源 這個角度上面就會有差 如果你是自己一個自己的這個學生的部分去做一個所謂的策劃的話 我覺得也無妨可是他要想的更多 沒有加深對彼此的了解與溝通 才能讓社區和校園形成良好的互動關係 記者賴范與楊凱英嘉義民雄報導